大家好,我是荣道 今天我们来讲一种比较不好的修房结构 似水不回归 按照古文的记录的话就是这样 此物中高前后低 定主姑管再齐居 又主钱财多好散 名为似水不回归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自己家里面有三栋房子 呈前后一排来修 中间高大 前后的房屋比较小 他们的屋檐水的话 相互之间压迫 同时了房屋的位置又互相挤压 另一个房子的名堂 所以这叫做似水不回归 这种房子的话就是说 家里面容易出姑管 然后呢财运 这些方面都不太好 所以说我们修房的时候 除了要注重内部的布局是否合理 也要看外部修的造型 有没有什么缺陷 好了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大家有其他户型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私信评论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